2019年中国人大闭幕会上 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外商投资法两高报告等均获得高票通过 一些人大代表对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予以积极评价 对于未来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今年的基本面还是非常好 但是也有一些面临的发展的困难 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发展都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我想今年的情况应该是稳中求进 稳中向好吧 任何一个时期都会有它好的一面 也会有它困难的一面 不可能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 发现问题正是风险 就是我们解决问题来防范风险的前提嘛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因案件丢失丑闻受到舆论指责 今年最高法的报告获得三位数的反对票 也是今年人大会议上获得反对票最多的议程 李克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就中国经济增长 减税降费就业民生 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中关系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李克强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两国关系在曲折中前行 中美建交四十年来可以说是一直向前 取得了丰硕成功 在这个过程当中曲折不断风云变换 但是向前走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对于美中贸易谈判 他没有表明中方会接受什么样的协议 或者不接受什么样的协议 近来华为事件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于信息安全的担忧 尽管李克强没有明确提到华为 但他否认中国政府要求企业监听他国的信息 此外 李克强对于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表示肯定 称准入范围会越来越大 今年政协会议期间 有代表发言提到P2P爆雷引发群体事件 有记者问到互联网加发展共享经济方面发生的负面事件 李克强对此回应称 要进行监管 引导其健康成长 美国之音 叶冰 北京报道 最新的人 山王激 汉 辩алась 输